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苏某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名字叫废柴物语 这是一款教会你从零开始搬砖的沙雕游戏 依旧人游戏跟我们对话的居然是一只猫 它的长相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兔子 教授今天特别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 话说一只猫是怎么长得跟一个猥琐男一样的 嘿朋友,这里是搬砖大酒店 请选择一个你不讨厌的客房 好吧,让我来看看有什么客房 这都是些什么鬼啊 前三个房间一看就是坑爹了呀 好像只有最后一个房间稍微正常点 当然是选择回头是岸,还请房 很好,酒店建成都那天你就可以来入住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酒店原来都还没建好的吗 那请问酒店什么时候建好呢 这就要看你搬砖的速度了 所以这个酒店是我来建吗 真没想到在游戏里也要自己搬砖 不过好在建酒店这种事情果然还是难不住 自己建了还可以住,这是一件好事啊 最开始这里完全就是一片废墟 那我们应该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酒店呢 非常遗憾,只能一步一个脚印 谁也不可能一步登天 在游戏里我们需要通过滑动屏幕 来把相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变成更高级的元素 达到最高级的时候目标就完成了 比如我们刚才就合成了砖块 经过我们辛苦的老左终于铺好了一块地板 真是太有收获了 我说的是真的并不是反话 只要我们在游戏中完成一个一个搬砖的任务 就会一点一点盖好自己的酒店 在过程中这只猫会经常调戏我们 也会有其他新的人类角色出现 比如这位就是猫的主人李飞长 但是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啊 这游戏角色和利慧画风怎么完全不一样啊 这只猫的利慧和他本猫也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啊 但是不管这么多了 我们还是要一砖一瓦的建造酒店 这个游戏显然不只是移动画面这么简单 还会出现其他的障碍物 比如现在屏幕上就出现了口香糖 会粘住我们移动的目标 必须使得元素结合一次才能消灭口香糖 后期还有冰块乌云栏杆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 它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你的游戏趣味性 当我们建造酒店需要什么材料的时候 就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合成需要的元素 看这次我们又迎来了一位女性角色 这个是他的朋友圈自拍嘛 看上去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我相信他本人一定 也许这就是现实吧 随着游戏一步一步的推进 元素的种类越来越多 障碍物也越来越多 看来想搬砖也并不是随随便便如此简单 最终经过苏仁的不懈努力之后 终于把酒店盖到了二层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盖起来的小酒店 心里的成就感还是满满的 这款废拆物语非常适合休闲的玩家 游戏整体来说比较杀雕轻松 但是偶尔也需要动动脑子 并不是乱滑都能通关哦 我推荐的玩法是把元素都集中到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再一次性合成 遇到一些高难度的关卡还是要先想好一下策略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被卡住动不了了 这款游戏上手还是非常好玩的 每次过关的成果都会直接体现在自己的酒店上 酒店会因为你自己的努力而变得越来越豪华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苏某人搬砖的成果 看甚至招揽到了一个新的顾客 等等他坐的是个马桶吗 看他的自拍也很美 但是好吧 这其实是苏某人玩了两个多小时才玩出来的作品 虽然说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成就感还是有的 如果你觉得游戏难度还不够高 那么你可以选择无尽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可以挑战自己游戏能力极限 玩法类似于之前网络爆红的2048 不过这款游戏里合成各种元素会更加有意思 或许高分的同时还可以赢取各种奖品 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